大家晚上好,我是秋实,现在是8月18号的晚上9点多 因为刚才浑身都淋透了,所以我赶紧回到住的地方洗个热水澡 然后我包里所有的衣服什么的全都湿透了,就赶紧拿出来都晾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小青年旅社是135块钱人民币一晚 因为现在香港的旅游业确实受到冲击,这都是打了折以后的 就是这小屋,然后有个床,有个小卫生间,我的衣服都在这儿晾 然后稍等给大家讲我昨天和今天的一些见闻 昨天的8月17号的晚上5点,在香港的这个天马公园 由建制派组织了一个叫做反暴力爱香港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 据媒体的报道说已经有47万人参加了昨天的活动 但是我自己到现场的亲身感受呢,似乎觉得并没有那么多的人 这个呢,无法,我没有能力去考证 今天包括今天我见到民主派的人,然后他们也很不屑 说那绝对不会有40多万人的,说我们算了 如果按照那个场地的面积除以40多万人 平均每一平方米得有28个人 当然了,这只是建这个民主派的一家之言 参加建制派所组织的活动的人呢 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且有很多是像温州同乡会啊 东莞同乡会啊 还有一些是从大陆来的游客 台上做演讲做活动的这些人呢 有当地的一些议员政客 还有一些大的地产商 还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啊 还有明星钟振涛好像也去了 这是建制派的活动 建制派的活动整个形式就比较气派 还有大型的这个LED的屏幕 那么今天下午8月18号 是下午2点钟 在维多利亚公园是民主派搞的活动 我是下午1点多就进场了 一直坚持到晚上6点多 虽然说全身临头 我也就想看到底能有多少人 因为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记者 我已经像沙丁尼狱一样 被挤在这个场地中间 根本就出不去 但是现场还是挺有秩序 所有人就是淋着雨打着伞 然后在那听他们的一些讲解之类的 我后来就是找到了一段 网上CNN用这个无人机拍到了空中的画面 貌似说有将近100万人了 其实呢今天这个活动811818这个活动 他们呢只申请到了集会的许可 并没有申请到游行的许可 但他们怎么办呢 民主派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流水式的集会 集会嘛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待 游行嘛是可以一路走 流水式的集会 就是大家从天后地铁站等等地方出来 陆陆续续的走进这个维多利亚公园 然后再走出去到铜锣湾呢 或者到这个呃 这个叫金钟等等地铁站离开 这样陆陆续续的有人进来 陆陆续续再有人出去 也说从下午一点多到晚上六点多 我离场的时候 一直都在有人进来 有人出去 即便说今天下午这个雨就一 基本上从三点多开始就没有停过 从下午那个会场回来这个路上 一共没有两公里 但是走了对我将近两个小时 因为路上人实在太多了 人挨人人挤人 很有秩序 但是大家的这个速度肯定是很慢的 每一个地铁站门口都是排着长长的队 路上也发生过一个小的不愉快 就是我在人群那个特别拥挤的时候 我拿着这个手机拍视频 其实我在自拍 然后马上有个小女孩就说 母营呢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拍照 旁边有个男孩的提醒我说 那个你不能拍别人 尤其不能拍大头照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是拍这个照片 你要有什么用途 因为之前就有人把他们照片拍上来 然后拍到网上进行人肉搜索 所以说你不能拍大头照 这是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除此之外 今天整个白天都还是很平静的 然后我临成那个样子 还有个女孩送了我一件 那个雨衣这种塑料布的 我回到这个房间呢 就抓紧把视频给剪出来 剪的比较凌乱啊 很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时间比较匆忙 因为来到香港了 肯定要关注一下 就是香港发生的一些暴力性冲突的事情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 白天的活动基本都是很平和的 很和平的这样子走 但是比如说这个授权游行是到晚上12点 那么到12点以后 警察就全力驱散这个游行队伍了 在这个驱散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一些暴力性的冲突和斗殴的情况 所以我回来赶紧把这个片子剪完 然后呢 抓紧拿吹风机把我裤子吹干 争取在10点到12点阶段 我还得再出去 再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 到最前面 这个队伍最前面这个地方 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 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 如果有新的事件和信息的话 会及时的跟大家报告 您好 您好 我 建設五大訴求 撤查警察打暗暴 撤查警察打暴 建設五大訴求 建設五大訴求